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吃猪猿将近是一年半的时间 这个是我刚出世的小宝贝女儿 是第三胎 然后我第一胎和第二胎我都没有服用猪猿 可是那时候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时常生病 然后由开始生病看医生看到怀孕 看到那个宝宝出事的时候还是 作业的时候还是不大舒服 我怀孕的时候每天这样子喝 早晚都有喝啦 就是零睡的时候我们喝 我们比较少上厕所 因为之前我们第一胎第二胎的时候 就是半夜最少要上两次厕所 大概16倍以上就是实际上要上厕所 睡觉时间就减少 但是现在呢我这胎我完全没有上厕所 要直到零生了两个星期 我才有半夜上一次厕所 晚上要零睡的时候我喝 就是用温水泡半包的 每天是这样喝 就比较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已经要生了到时间了 或是提早的8天 生的出来是那个胎盘跟平常是不一样的 因为之前我都没有看到了 尤其是已经不美了 这是那个护士来问我 要不要拿回去那个胎盘 还很完整 我没有一些破损 生了这个小孩子之后呢 就发觉是很大的分别 就是来月经啊 没有遗血 完全没有一点遗血都没有 身体就比较强壮了 而且也胖了 因为之前我是43kg 那天上个星期 我带小孩子去打这个时候 我称的时候是我将近49kg 已经是上了大概5kg多 所以我是很满意 因为这个猪盐非常的 帮得到我们 因为它有那个70元种胖物质 而且我们的抵抗面也是大有增加 就是说我在此想鼓励各位 如果是有哪些妇女士已经怀孕的话 就是使用我们这个猪盐呢 是非常非常的适当的 不论你是剩下一把 有什么的中药 还是有什么的私药 甚至是其他的维他命 都比不上这个体验 因为我们这个组员里面当中 不含那个76种胖物质 以及二十多种那个微量人数 这都是我们孕妇 非常非常的公司的区别 我觉得那个胖物质 在外面就是找不到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